落后蔡英文19.5个百分点 韩国瑜面临两层保卫战 2020总统大选剩下40多天 各党参选人马不停蹄展开肇事抢票 苹果新闻网委托台湾指标公司进行民调 结果显示 英德沛以42.2%领先国阵沛的22.7% 宋渝沛的6.7% 另有28.4%未表态 国阵沛比上周下滑1.3个百分点 若加入过去英韩两人一对一民调 不但是27周来次低 面临两层保卫战 而且和英德沛的差距更来到19.5个百分点 这是史上最多的一次 尴尬的是今年2月16号 苹果委托世新大学民调 当时韩国瑜以52.5% 还曾领先蔡英文达19.1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 不论年龄、学历、地区等各族群 英德沛都全面领先 尤其20到29岁民众 支持英德沛达到57%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我是郭台铭 政治要为经济服务 媒体要为读者忠实报道的服务 也是苹果新闻网一贯的忠值 所以苹果新闻网是大家的好朋友